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胞才能用 ATP就相当于被加工过的原油 漂令呢 就是ATP的主要原料 那么漂令和料酸是啥关系呢 人体面的漂令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看看人体面的代谢过程就知道了 一个细胞诞生了 人体就会把长得标志的漂令选出来 送去给细胞做DNA使用 那么细胞死了呢 人体就会将这些去世的细胞分解掉 细胞一分解 漂令就出来了 每个细胞就是一台搬动机 都需要能量啊 每天不断地消耗ATP 释放出来的就有漂令 人体自身的形成代谢 每天都会自然产生很多漂令 经过干脏的处理 漂令就变出了尿酸 除了人体自产之外 人体内的漂令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 那就是吃 很多食物本身就还有漂令 比如动物内脏啊 海鲜啊 那吃进去的漂令 可不是一般的量的 根据漂令的来源 不难分析漂令是怎样突然增多的 人体剧烈运动时 需要更多的能量 会直接导致大量ATP被燃烧分解 这一燃烧 漂令就像稍微产生的阴沉一样 被大量释放出来 日子快跑了 吃的时候喝的是酒 尤其是啤酒配炸鸡 吃法虽然时尚 可是漂令就成敦地吃进身体里了 随着漂令的激增 肝脏也就不停地加班 尿酸就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血液 这就成了高尿酸血症了 漂令 尿酸 高尿酸血症 痛风 这个逻辑变条 终于被神多君串起来了 虽然神多君才华横溢 其实我有时候 都接受不了自己的自恋 可是神多君更是一个务实的人 想知道什么人容易得痛风吗 想知道什么行为会引来痛风吗 这么重要的 使用着有加急的信息 当然要新开一集才算重视了 下集 重要的内容就来了 错过的你一定会伤心的 神多君可舍不得你哭哟